第二集在里关心台南市的安南区有一所国小最近出现了漏鸟阿贝 三名的爱心妈妈是联合起来调查 巡逻了四天真的撞见了漏鸟阿贝要再度犯案 当场痛斥 阿贝下的是立刻的立正站好频频说道歉 而警方事后也将这名61岁的王姓男子逮捕到案 穿着宽松海滩裤在校园漏鸟的中年男子被妇人当面痛骂 只能乖乖站在原地听妇人训话 你这些人都不愿意了 你这些人都不愿意了 不是那些人都不愿意了 不是那些人 你就是看了你男子在这边 你那些人都不愿意 整个人都不愿意 你如果要说我男子在这边就不愿意了 实在是很开心 训斥过程当中男子不断叹气 最后还因为自己的漏鸟行为 说了好几次抱歉 这名漏鸟阿贝在台南的安南区 专门对小朋友漏鸟 三位妈妈自己组成抓鸟大队 将他抓个正着 事后警方巡献逮捕61岁的王姓男子 将他以妨害风化罪移送法犯 让当地居民安心了不少